OK 开始 这是高压烫化机 然后这个工作台尺寸呢 是40x60的 这个是硅胶垫 这个上面有高温布 那我们这是实际温度控制器 这是电源开关 首先打开电源开关 然后设置温度 按一下set 这是增加温度 然后这个是减少温度 我们通常把温度设置到200度 设置好了以后再按一下set 它就设置好了 然后设置时间 按一下set 这是增加时间 这是减少时间 我们通常把时间设置到25秒 然后开起来 对 把它设置到25秒 然后现在就放出头 当温度把它放到 我们设置这个时候 把布和纸放在这上面 然后就下压 它现在在倒计时 它倒计时到0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紧警报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弹上来 好 现在就是可以了 我们把它弹上来 然后这个碳化就完成了 然后这个是调节压力的 顺时针选一转是增大压力 捏时针选一转是减小压力 你可以根据调节压力来 然后这个力度 OK吧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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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